四十多万亩的石头地 怎么能种出庄稼来 铺上一层层的石头 怎样成为汉做农业的大智慧 在沙漠里面靠什么种出了连片的果树 走进甘肃省景泰县 科技院马上让您大开眼界 欢迎各位来到科技院 在看节目的同时 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参与我们的网络直播互动引起讲评 在甘肃省的景泰县 我们的记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里许多地方在地上建不着土 只能看见成片成片的石头 可是这样不是石料厂 也不是建筑工地 那么这么多石头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今天我们就带您一块去探个究竟 在甘肃省景泰县的四滩县 记者见到最多的就是石头地 小的有几亿 大的有上百亿 满地的石头 大小不一样 这么多石头能干啥呢 记者见过 记者见过离地的 可是离石头地 以前还真是没见过 这是专门离石头地的工具 叫超楼 十几厘米厚的砂石被翻了起来 景泰人把这叫做超地 用超楼抄地 一天下来只能抄个七八亩 如今在农村 养牲口的越来越少 这种场景已经不多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化 这大铁牛 一天可以抄几十亩 甚至上百亩石头地 当地人告诉记者 这些石头地 就是庄稼地 全销下来大概就是 二十万亩左右 这样的石头地 在景泰县有将近四十万亩 那什么样的庄稼 能在石头地里长出来呢 说来神奇 景泰县当地有一种春小麦 就能够从这石头缝里长出来 我看它长得并不是太高 它正常年峰就是这么高 这种小麦高也就三十厘米 比常见的小麦要矮一些 七月下旬正是小麦收获的季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这种小麦用石磨来磨 转速不能太快 保持低温状态 这样磨出的面粉 保留了小麦淀粉的原有特性 这种小麦很特别 和面的时候 一不用加碱 二不用加盐 直接用水和面 面就很筋道 和这种面 还真是需要一把子力气 这种面粉面筋含量高 水温在六十摄氏度 面就可以下锅 即便是煮的时间长点 也不用担心会把面煮糟了 石头缝里长出的小麦 纯天然 做出的拉面 也是景泰人最喜爱的美食 这种拉面特别有嚼头 清香爽口 当时这个明朝大将 在湿边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 他就把这个都明朝时候 就成了贡献 这种小麦在景泰当地 至少有五百年的种植历史了 可以说都是已经 自动留下了这个 传统的农产品 小麦长在石份里 新奇 口感还这么独特 更是神奇 麦子干嘛要种在石份里呢 直接种在地里不好吗 据当地人说 这石头地里的石头 还真不是天生就有的 而是人为铺上去的 人们把这样的石头地 叫做压沙地 也叫汉沙田 正是有了这样的石头地 有了这种小麦 才养活了这方百姓 那到底为什么在地上铺层沙石呢 这样就有来历了 原来这和景泰的地理位置 和特殊的气候有关系 景泰县位于腾河里沙漠南远 这里气候干燥 年均降雨量只有180毫米 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 极端的环境 原本是种不了地的 这里的仙人们发现 地上的石头上面是热的 下面却是凉的 原来这一石头 有遮阴保伤的作用 后来人们就开始有意识地 扑杀石保伤种地 这是我们汉族去的 最独到的一个抗汉技术 石头压在土壤上面 实际上是阻断了土壤中 水分向上行走的通道 可以大大减少土壤的水分蒸发 从而起到保伤的作用 景泰县极度刚旱的气候 逼着人们想出了这么一招 压杀保伤 那这么多砂石从哪来呢 其实啊 老天也算公平 虽然给人们关上了一扇门 但却也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窗 这里有着太多沉积的砂石了 这个机缘丰富的 我们这变成这个砂钩 到处都是这个 智慧的仙人们就是用这些骨盒床的砂石来铺砂造田的 通过压杀保伤 土壤里存留的一点点水分 让小麦发芽生长成为可能 不过能够在石头地里存活 并且有一定产量的 也就是这种小麦了 这是新人们长期驯化选育的结果 这个小麦品种和这汉沙田可以说是天作之河 这个古老的品种非常抗汉 种子发芽的时候蓄水量很低 烤鸭沙宝的一点点伤情就能够发芽 不仅如此 它的筋杆坚硬 即便是在石份里也能够拱出来 这种小麦抗汗的本领 不仅体现在种子发芽上 为了生存 它还有许多巧妙的生存策略 这种小麦的叶子细长 而且上翘 这样与平展宽大的叶子相比 可以减少强光照射 降低叶面水分蒸腾 少湿水 就连这麦碎也跟抗汗有关联 咱们常见的麦碎是有芒的 它却是光秃秃的 这也是一种它是抗汗的一个体现 就是身体上面服务的东西少一点 蒸发量就少一点 麦碎没有芒 是这种小麦的一个典型特征 历史的传承年年都是种这个小麦 再不更换 它就把这个遗传的基因集成下来 当地人形象的把这种小麦 叫做和尚头小麦 为什么叫和尚头 就是上面不长这个王 种在石头地里的和尚头小麦 没有芒 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 石头地里不仅可以种和尚头小麦 还能够种西瓜 它们也有一个重要标志 这瓜皮上有伤疤 一个不影响吃吧 不影响 这原本应该光溜溜的瓜 怎么都长着疤呢 做瓜以后 整个生育器它要在这个沙田里 风一吹以后 把它这个沙的以后 这个石头把它这个瓜的表面 造成伤口 这里风大又是石头地 瓜表皮受伤是经常的事 伤口愈合以后 就形成了疤痕 只有这个汗沙田的瓜 才有这个标志 其他瓜没有这个标志 有这个标志的瓜 你就放心的吃起 虫天然的 都说景泰的鸭沙瓜好吃 到底怎么样呢 哎呀 这瓜好得很 然后就一个锤 你看 到本地来吃了 它是感觉到真好吃 水分足 甜度又高 不管这芯是甜的 连这个皮这边也是甜的 这是 皮有货 这里海拔高 光照足 本来昼夜温差就大 糖分积累多 上面这层石头 白天吸热 晚上快速散热 又进一步加大了温差 更加有利于糖分转化和积累 所以这瓜是格外的甜 与和尚头小麦相比 西瓜生长所需的水分要大得多 靠压沙保伤 虽然西瓜也能生长 可是要长大了真不容易 在播种以前 还需要铺上一层地膜 在铺的过程中 这个中瓜的这个地方 要有一个小坑 这种子在这 小坑要把膜铺完以后 先等温度起来 湿度起来了 以后再种 这层地膜可是解决了大问题 不仅保温还可以保伤 有地膜覆盖 土壤水分更不容易散湿了 这样地膜和砂石就形成了双层保伤 有利于西瓜种子萌发 下雨的时候地膜还可以给雨 雨水顺着地膜流到小坑里边 满足西瓜生长所需要的水分 景泰县的压沙瓜不仅甜 而且水分足 很受消费者欢迎 河上头小麦收获的时候 也正是景泰压沙瓜上市的高峰期 汉沙田里除了能种河上头小麦 压沙瓜 还能够种马铃薯 胡马等多种作物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离不开石头 通过石头保伤 保住了土壤中珍贵的水分 景泰这里真是太缺水了 恶劣的环境激发了人们适应自然 顽强生存的智慧 后来这里的情况发生了改变 不仅有了六十万亩的水胶地 甚至好多沙漠也变成了凉田 这是因为景泰县有了一个伟大的 影黄啼罐工厂 当地叫做景电电力啼罐工厂 我们景泰是人民的翻身工程 也是救命工程 环河之水来之不易 现在最高阳城已经达到了712米 不仅景泰县受益 而且环河水已经输送到了 明秦县等其他极度干旱地区 这个水可珍贵了 因为有了黄河水 周德仁改变家乡面貌的愿望 才有可能实现 他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硬是在沙漠上开辟了近五千五果园 搞起了高效农业 咱们这个水从黄河 上一级一级提上来的 一蹦站到二蹦三蹦四蹦五蹦六蹦 这是第六蹦了是吧 这是总干的六蹦 经过了六级蹦站提灌 到这里垂直高程 已经提升了320多米 全县的老百姓把这个很珍视黄河水的利用 老百姓是缺水缺怕了 所以节水的意识一直很强 在周德仁的果园中 水就是一滴一滴来用的 让记者感到奇怪的是 刚才还是很黄的黄河水 怎么到了地里就变得这么清澈了呢 滴灌口是最怕堵的 为了保证进入管道的黄河水是轻的 周德仁采取了多种办法 除了长3.2公里的银水渠自然沉沙 他还专门建了两万八千立方米的沉淀池 经过六七天的沉淀 黄河水再进入泵房进行专门的处理 这是一套我国和以色列合作生产的 滴灌设备 这个管呢 这就是个净水管 这个净水管进了以后 你看通过这个管到这个地方 这是咱们这个一级过滤器 这个也是个离形式的 旋转式的一个过滤器 通过那个过滤完以后 再到这个泥沙块里面 把这个一级过滤器过滤 还有那个泥沙 就从这个壳就放出来了 完了以后呢 这个也叫个二级过滤器 沉淀池的水 再经过二级三级过滤 最后进入灌溉系统 晚上蒸发量小 周德仁一般就选择在晚上进行滴灌 这样只要滴上八个小时 就能够保持一周 不用再浇水了 这个滴灌这个水啊 用的特别这个结水 结水最起码能及 杯分子七十的这个水 使用滴灌 水的利用率可以达到 百分之九十以上 滴灌不仅节约了水资源 农产品的品质 也大大提高了 沙漠干燥的气候 不容易滋生病虫害 这里昼夜温差大 果品糖分等积累多 产品更加有特色 比如像我们景泰的 沙漠红枣 沙漠枸极 这些独特的产品 它就重复了 利用了光热级缘的话 它这个昼夜温差大 它吃起来就非常可口 甘甜 现在大枣还没有成熟 要想吃的话 得等到十月份了 沙漠枸杞 现在就是我们的 采责的季节 七八月份 正是沙漠枸杞收获的季节 在景泰县 枸杞红是最美的意境 有了水 拓展了景泰的发展空间 有段时间 水浇地对汗沙田 带来一些影响 汗沙田里种庄稼 虽然不用施肥 不用打药 也不用浇水 管理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靠天手 但是到一定时间 得重新换新杀 这成本还是不小的 起旧杀换新杀 费功费力 汗沙田中的作物产量又不高 有人感觉到不大划算 就放弃了 不过近些年 人们对于特色农产品 越来越关注了 汗沙田中种出的农产品 没有污染 口感独特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曾经被冷落的汗沙田 又热了起来 甚至废弃的汗沙田 也重新被利用起来 人们在废弃的汗沙田里 种上了神奇的树 文官果 这种树非常抗汗 它可是有一碗水就能活得住 它们个头不大 属于灌木或小桥木 果子可以榨油 是北方重要的油料树种 文官果林有着很好的生态保护功能 几年前 施海泉来到警派 一眼就看上了这里的文官果 这里有几个油石 一个是它海拔高 再有四周没有污染 不仅是文官果的果子 就连文官果的叶子 在施海泉的眼中也成了宝贝 经过化验 这里的文官果叶子和其他地区的 还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经过跟雨凉地区 和东北地区的叶子进行对比 对比以后 它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这个黄铜含量 还有皂干的含量 多锋利含量的 特别的要比其他地方要高 原来汗沙地里的沙石不仅饱伤 而且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它们被植物吸收转化 内含物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样的文官果叶子 正是做特种茶的好原料 现在采的是夏秋叶 不仅是春天的叶子 就是这些夏秋叶 也可以用来做茶 石海泉为文官果叶子 加工设计了专门的工艺 开发出了文官果茶 没想到这树叶子也变成了宝贝 如今文官果不仅增加了汉区的绿色 而且成为景泰县农民脱贫致富的新希望 很好的产业 到目前为止 我们线上一共发展了有五万多亩 景泰县特殊的地理气候 被景泰人很好的利用 开发出了越来越多的特色优质农产品 景泰人遵循传统 从石头缝里种出了和尚头小麦 胡麻 鸭沙瓜 还有文官果 这个个都很有褐色 而隐皇提罐让沙漠农业更加高效 沙漠大枣 沙漠枸杞 品质上场 在景泰汉区 水的问题解决了 精准扶贫就有了突破口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连续方式获取 虽然我们的节目结束了 但是网络直播仍在继续 你可以继续互动赢取奖品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为了让你一臭生儿育女 竟然用上了冰块 为了尼臭苗健康 还用上了薄膜和食盐 这些日常用品 究竟能给尼臭育苗帮什么忙呢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